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再想吃水煮肉片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肉质滑嫩 麻辣鲜香 而且做法看一遍就能学会 首先把后腿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的肉片 加料酒 生抽 盐 胡椒粉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硬我的左手 抓拌均匀至粘手 再来一勺油 锁住水分 锅中有热 放入花椒 干辣椒 葱 姜 蒜 一勺豆瓣酱 和一块火锅底料 小火煸炒 炒出牛油 炒出香味 再加入适量的精水 开锅煮个两分钟 熬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生抽 和老抽调味 然后捞出料渣 再倒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煮熟捞出 垫在碗里 开小火 均匀地下入肉片 我每天都分享一个家的美食 麻烦你给我点个小红心 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等肉片重熟以后 再轻轻地推动几下 连汤带肉 一起倒在碗里 再放辣椒面 花椒面 白芝麻 蒜末 和几个干辣椒 最后泼上一勺油 激发出香味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 麻辣鲜香 肉质滑嫩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收藏 做起来吧